来 二十号藤路 灭灯里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就是你给我的感觉 就很像就是卡通片里那些大眼猴 就是很可爱的 你不要误会 这个是一个夸赞 就是一个赞美你 对 你看到一个男人 说他像大眼猴 这叫夸赞 因为我就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想象成这种各式各样的小动物 这种宠物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你爸爸妈妈 你一般用什么动物来形容它 我爸是小松鼠 我妈是小绵羊 你爸是什么 小松鼠 因为它跟狮子王里边的小松鼠 长得很像的 我两岁开始就叫它小松鼠了 小松鼠 妈妈叫小绵羊 对的 因为我妈妈属羊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 然后小绵羊 这种感觉很好玩 你有没有照镜子看自己像什么 我是那个小怪兽 然后我想变成什么 我就可以变成什么 然后通常我会变成猫 就是被奥特曼揍的那个小怪兽是吧 对的 比小怪兽稍微可爱一点 萌萌哒的小怪兽 这个倒也挺有意思的 把身边所有能够吸引它关注的人 都用小动物来代替 然后我就觉得男嘉宾 就是像那个叫什么太可爱了 然后我觉得我喜欢大猩猩一样的男生 就是比较就是瞪一脚 然后全场都会蹦一下震一下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很威武雄壮的那种感觉 然后打断你他女儿 我没听明白您说 就是那种威武雄壮 能够就是hold得住我的 就是让我像小猫咪一样的 那个衣服在他身上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他身上找不到这种感觉 对 他是花样美男的小大野猴 就是你要找一个像熊一样的 或者狮子一样的这种 对对对 对的 那个北京动物园有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我们俩挺搭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创业型的 你也是创业型的 这点我就 你就特别吸引我 然后接着呢 就是你特别爱打扮嘛 然后我也正好是做服装的呀 我也爱打扮 然后这点我们俩 真的挺大的 所以我很看好你给你留灯了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到大考问这个环节 来看一看 这个事业上 已经小有成就的年轻人 在情感方面 都有什么样的要求 平时接触美女的机会也很多 可是为什么都没能够把住机会 来 我们一起进入大考问 考问开始 我这里有一段视频 可以放下来 可以 你需要解释一下我吗 这些美女都是我的客人 你身边美女如云 那你花心吗 好多人 包括生活当中的身边的一些人 看我的外表 包括我的工作性质 都会觉得我特别花心 其实我不是一个花心的人 而且是比较传统 那你跟女顾客有爱没过吗 这个没有过 因为我是一个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的人 我也会要求我的员工 不论与顾客有任何爱没的关系 那你怎么让女友有安全感呢 我会出席任何活动 包括任何聚会都会跟他报备 或者说问他去不去 然后我的电话也会24小时为他开机 包括我的电话密码 什么还有一些通讯的聊天工具的密码 我都会告诉他 考诺完毕 我前面看了那么多的这个照片 真的是觉得机会太多了 诱惑太多了 后来的回答的应该说 姑娘们都还是挺满意的 8号王岸杰 艾伟娜娜比你一上来 我就觉得你帅得特别的浑然天成 但是我吧 就是一直我的某些观点 就是跟长得帅的人不在一个频率上 像你说的那个安全感 你是认为你做到刚刚你说的以下几点 就可以给女方足够的安全感是吗 对 就是现在一段你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其实我对安全感的理解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安全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在我看来的安全感是应该 两个人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之后 他们之间的默契感 他们的信任感以及他们的包容度 所结合到一起而互相建立的安全感 并不是说你把你所有的密码都给我 或者说你给我买房买车 就可以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对安全感的这个认知和 这个咱俩好像不是在一块 然后就对你现在这个状况 我觉得咱俩 其实我还真挺喜欢你的 因为你长得比较帅 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咱们俩并不是很适合做情侣 感觉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所说的安全感 也是经过长时间相处 我觉得今天在这里也是一个片面的了解 就是可能相处时间久了 你会对我有另外一种看法 谢谢 如果连给相处的机会都不给的话 怎么能知道这些呢 是不是 你好 男嘉宾 你从外形上还有你的穿着上 都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 你身边那么多美女 难道你就没有过动心吗 没有 因为我是把生活跟工作分得很开 从来不会跟客人 就是有一些别的想法什么的 都不会有 那你没有女过客跟你表白过吗 这个确实有 因为去我店里的客人 都是消费水平比较高 而且都比较有钱 然后我是不想找比我有钱的女朋友 周大倩你比她有钱吗 我没有她有钱 没她现在的年收入高 对 好 你看周大倩这样的呢 对 不错 可以 还可以 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你身边刚照片当中 那个个都不错 我就不相信你没动过心思 因为现在也是在自己做公司 我也很注重我公司的品牌和口碑 所以说不会跟客人发生任何关系 你就是强压住自己内心的这种 是吧 为了公司的形象 无人 我工作时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 特别理性 特别理性 对 也比较理智 为了公司的形象 对 但是其实你内心里还是喜欢的 也没有 好 彭丽荣跟这个藤露都灭了 十九二十 两人还在一起 这你们俩今天撞山了 没看出来吗 可是丽荣你这一看就是 八十年代的穿法 你看看人 藤露 动物员的长 对吧 这就是市场 你到时候一看谁有市场谁没市场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对那个长腿的女生特别没有抵抗力 那意思就是短腿的就不能做你女朋友了呗 也不是 看感觉 看感觉是吧 那如果做成了你女朋友之后 然后很多那种长腿的妹妹跟你来勾搭 那你怎么办呢 我平时 那你还是没有抵抗力吗 不会 不会 我平时见的美女已经很多了 我找女朋友 我也知道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我一旦有了女朋友以后 肯定就会一心一意的 那行 听你这句话给你留灯到底啊 好 好 我们就需要像雷纯这样的姑娘 勇于自黑自己的短腿 二十三号 来 霍欣 就是从拷问到现在 你说你既理性 然后感情里面又不暧昧 就是太美好 太不切合实际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感情里面的缺点呀 有的时候会比较急 其实缺点也不少 就是没有时间陪女朋友啊 全是 你这是客观的原因 说说你主观原因 你只是哪方面 就比如说有大男子主义啦 或者是性格里面的缺点 对 会有大男子主义 会有大男子主义一些 十号高尚还留着灯来 高尚你喜欢他什么 男嘉宾 我是头发在场里 所有女嘉宾最短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你那卡 你必须现在就得给我一张 要么我怕我待会讲不过他 好 谢谢 你这个长度也可以接长 可以吗 可以吗 我这个长度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我去过你们的那个店 然后就是当时说我的头发长度不够 其实我也想做一个长发急腰的女子 你觉得我合适吗 少我 OK 没问题 是免费吗 是 太棒了 那我这么说定 张浩卫是北京人 OK OK 然后 这个免费的前提是 他这一次没牵手成功 如果牵手成功了 你去了该多少钱就收多少钱 这不行啊 他是一个很专一的男人 刚刚表态 你看 这个照片女生全是这个漂亮的美女 牵手成功了以后 收不收钱要问我女朋友了 你看 改口了吧 是不是男人 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万一他女朋友再厉害一点 他根本就不会说问我女朋友 对不起 该怎么收怎么收 不会了 其实我不在店里拿到这个卡去也OK 你这个卡是终身免费卡是吧 对 全免卡是吧 对 就是我不在店里 你给我一张吗 没问题 肯定要给秦明哥了 我们进入到最后的选择 如果你欣赏这位小伙的话 请为他留灯 22号的一群留灯 来 掌声欢迎 22号 雷一纯 好 雷一纯 24岁本科 私营业主在长沙 找把伞为我挡风遮雨 单亲家庭 母亲在投资公司做主管 喜欢唱歌 跳舞 逛街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 长相不用太帅的男生 我们来看看 心仪女孩是谁 11号 刘美子 刘美子 27岁大专 经营服装工作室在北京 天生爱独立 不爱浪漫 单亲家庭从小住一校很少回家 努力找妈妈自由 职业爸爸经营书店 喜欢舞蹈服饰搭配 是个外貌协会 坚决不能接受胖子 希望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生 好 你还有问题要问他们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进入最后的选择 没有 没有了 好 来 走到两位姑娘中间 11号 刘美子 是你心仪的姑娘 但是她是自己灭灯的 表明她有权利继续拒绝你 但是也不排除你再努力 她可能会回心转意 22号 雷纯 我们香妹子 她是专门为你留灯的 表明百分之百的愿意跟你牵手 明白了哈 嗯 好 来 倒数五秒 五秒钟之后 请走向你想牵手的那位姑娘 伸出你的右手 同时可以再次向她表白 五 四 三 二 刘发强 请选择 好 谢谢一纯 来 我们掌声欢送一下一纯 谢谢 谢谢 来 卡给人家 赶紧 快点 谢谢 好 我认为最好的缘分 并不只是初次见面的相见份了 而是经过了沧海桑田之后 你能对我说有你真好 不要因为今天对我一个片面的了解 而拒绝我 也不要觉得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人 我就是那个最好的人 让我照顾你吧 只能说不好意思了 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会拒绝别人的人 但是现在这种状况我不得不拒绝你 一是我不喜欢你的行业 并不是说 我不是说这行业不好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做服装的 我会为我的未来打算的比较远 我会想到孩子 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比较绅士的 然后学历比较高的 这个行业就对我的未来的家庭 我就不是很理想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气场也不太一样 就是不合适 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对不起 好 握个手 再见 好吧 我会想到你了 我会想到你了 我的天吴 要紧着这种 我会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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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你了